11点26分了朋友们 3月29号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34天了 一个多月了啊 俄军啊 这个除了在全世界面前 用句歇后语叫 光着屁股拉墨 光着屁股拉墨 转着圈的丢人 转圈丢人之外 没有给大家留下任何美好的东西啊 让全世界认清了普京 这个独裁者 对吧 当然他是一个独裁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 权贵是吧 普京他们这批人 还是共产党那个脑子 苏共的那些东西啊 给大家看看 现在啊损失惨重 是吧 这个不是挂着十字架 这是牧师吗 Z Z就是来自远东军区的 东部军区的啊 从这个离中国进的地方 调过来的兵啊 说他们伤亡严重 不得不随军安排牧师送终 是吧 那侯宝铃的那个相声 舅舅 我给你送终来了 是吧 不能叫送终 是吧 给人家修一个终表 送终 不过这个 我不认为这个 这个牧师是因为伤亡惨重 他随军就有 是吧 那个无神论国家 现在俄罗斯把东正教又捧为国教了 无神论国家就有指导员就干这活的 一方面监视你 一方面给你宽心 是吧 这个洗脑 对不对 哎 就是干这个的 给你鼓劲 是吧 文工团也鼓劲 文工团有好多穿军装的漂亮妞啊 那是给手掌骨劲了 底层士兵没这待遇 是吧 有人说耶稣不会接受的 说除了撒谎和伪造事实之外 你没有任何用处 这是不是挺俄的人的弄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 你看 这个人这个这个袖口上不是俄罗斯的国旗吗 好像啊 明白了 这个蓝黄 戴着小帽代表是 是乌克兰人是吗 然后还有纳粹的这个标万字 哦 他们说乌克兰是新纳粹 俄国人是来粉碎 新纳粹的 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俄罗斯没有光头党吗 那比那个乌克兰不是严重多了 对吧 俄罗斯那光头党在街上看见有色人种 黑人 华人 越南人 打 是吧 然后有人说随军安排牧师应该是常规操作 乌克兰不是一个小国 他有60万平方公里 被俄罗斯占了4万多 还有56万多 所以这么大的面积相当于16个台湾 对吧 台湾也有危险啊 大陆啊 是吧 大陆可能打台湾 台湾的缺点是面积比较小 所以他那个战略回旋啊 战略纵深比较的小 但是台湾有台湾海峡 是吧 各有利弊啊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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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